不少消費者喜歡黑巧克力 但是美國傳出黑巧克力驗出 含有千貨葛 日前蕭基會也抽檢了 二十件國產和進口的黑巧克力 並且參考國外的標準來檢驗 結果發現有一件 台灣品牌的黑巧克力 葛含量略高於歐盟標準 另外有一件破爛的產品 千含量過高 可可含量高的黑巧克力 深受民眾的喜愛 也因為具有保護新血管的價值 有些消費者會天天吃一些 但日前蕭基會 在雙北賣場 便利商店 品牌門市 網路等通路 購買二十件國產進口黑巧克力 進行重金屬含量抽查 結果這一件 來自屏東的百分之百 台灣黑巧克力 可含量為零點八到零點八五 毫克公斤 略高於歐盟規範的 零點八毫克公斤限值 除了葛含量略高於歐盟規範 這件來自波蘭的巧克 有百分之八十五巧克力 牽含量介於零點一到零點一五 毫克公斤 若一整包九十公克 吃下肚 牽的攝取量高達十三點五 微克 已經超過美國FDA兒童和育林婦女 膳食牽暴露的十二點五 微克天的基準 很多地方火山口的附近 原則上來講 它的從地心噴出來的 這些所謂的特有礦物質 非常非常的豐富 礦物質豐富 相對來講 也就是說很多重金屬 存在的機率就越高 那我們在醫學上 我們都認為說 牽中毒的話 它會引起造血系統 它會引起貧血 它也會影響到腎臟功能 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消息會表示 牽葛是環境中天然金屬元素 而且從相關的研究發現 可可樹會從土壤中吸收葛 隨著樹的生長 在可可豆中積累 目前國內並沒有規範 黑巧克力含牽或葛的含量 中國已經有牽的相關標準 歐盟也已經訂出葛的規範 消息會建議政府也應跟進 盡速研議 記者為吳家寶退報導